观众朋友大家好 关心您我家园 欢迎收看2月18号礼拜四的大台中新闻 大甲火车站除了是大甲区的重要交通枢纽 也是当地门面 但是长久以来前站广场 还有周边的日式宿舍 因为没有完善的规划 除了有地面落差的阻碍 更引来许多游民聚集 引发了治安问题 而在地方民代的争取之下 预计要以3500万元的经费 将前站重新规划 设计绿美化广场 还有小农事迹等等 这工程最快今年的6月就能够执行 大甲车站是当地重要交通枢纽 也常有游客拜访 但十多年以来 在没有完善规划跟整治的状况下 除了地面高度落差严重之外 一旁的日式宿舍也常有游民群聚 引起治安问题 火车前站俨然成为当地治安死角 这块地民众期待已经将近十年的时间了 希望说它能够发挥它的特色 把环境整理好 然后让这边因为现在游民也很多 还有流浪狗也很多 也造成环境的问题 也都能一并的来做解决 领导市长特别的预备金三千五百万 可以来做到所有的国议会 和所有的经过的设施 可以让我们台课会家头有一个蒙面 可以更新做这个比较好 三千五百万元 结合地方特色以老榕树和令草元素 规划绿美化广场 一并设计文创和小农市集 吸引青年人口进驻 也带动地方观光 我们的左手边有一棵非常好的榕树 它的基盘非常的茂盛 整个树荫也非常大 树冠也非常的足够 所以可以用它来一个发展中心来做发展 那另外在我们背后我们可以看得到 这有日据时代的宿舍 那里面还有几个老建筑物 大概都是从日据时代流到现在 那都是可以做我们改善的一个特色跟应用 那所以在这个元素之下 我们希望结合友善的环境 把这边营造成未来的一个 类似文创还有大甲观光的主要的景点 未来工程预计最快今年六月 就能够发包施作 约花费十个月的工期 希望替当地打造 新的观光亮点 记者认为台中采访报导